一床辣三十分钟修理变美美 没啥松弛感 只有紧绷向上的忙碌 姐妹们粗暴的妆叫来了 分享我的拯救疲惫 脸立体感妆容 好用的气垫比粉底液更快速 眼下嘴角脖子细纹多 要局部多地两遍不卡褶子 特别表情纹要局部定妆 否则会卡痕 早期的年龄发肌性少了 也要补点阴影 五官阴影很重要 鼻子下方的阴影扫一遍 鼻子阴影扫两段 眼望要伸随 天啊死亡顶光 眉毛要伸所以先把粉底擦掉更自然 这个眉毛神刷又快又好上色 眉头眉封补几根毛流线变眼伤美 眼影用布条肤色消肿的灰宗调大地色 颜色只需要同色系的深情搭补花色 一起阴影保持同色系 再扫一个氛围色在眼尾上下拉至眼灭处 刷头打小圈过肚主无边无界 画面眼线和悬暖掉伸色比黑色更融合 长脸可以用这种眼线刷勾一条下脸线 眼睛向下放大中体留白变短 这眼线胶比用了十只了 不运不运缩线条眼神很丝滑 我不用水线笔会框死眼神 用刚才的眼紧刷上的鱼粉刻个握残影 主要缩短大眼带宽度 强调一遍没剔去内奥的阴影 这一步可以让人从有神三地折叠感不扁平 长脸宽脸可以画几根八下睫毛 减少留白 喜欢有下颌补像的强烈下颌内线阴影 扫均匀块线条不要扫太多到脸上会显脏 没耐心慢慢刷睫毛膏直接粘两撮 用这种很魅的外邪度有毛茸茸的阴影 我用它一般两撮就够懒的时候只粘一撮 调整下幅由上下角角度修饰自己的眼形 短发还有刘海的麻烦就是几天就长了 没时间约发型师 自己剪一兜兜可以混十天 剪短后修修发尖层次 不熟可以慢点也能行递 现在是快速把脑袋弄饱满 短发颅顶和两边蓬松度不能塌 有风干的感觉更自然 不直播我一般不喷东西伤头皮 人猪长的可以上春风模糊 浴染一下边界 更有清合力才不会严肃显老 画好了天涯 居然忘了先吃饭再画口红 最舒大了中午都只爱吃粥 出门出门 去工厂看看我的大衣都在收尾了 先看看新到的面料样卡神神版 今天订了很多苏丽配布染了些新颜色 这件容很高级经典 好多大衣订单都要交货了 看看这是什么牌子呀 还有这个懂得都懂哈 手工大衣针腿的精细度很重要 这个扩心很有味道 这件是Z家的家常款 我个人特别喜欢这款狠饭 工厂旁边的地摊串串特别好吃 不减肥了又美食结束充实的一天吧 妈妈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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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